你好,今天为你解读的书叫《精简社交》,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是17万字,我会用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为你讲解书中的精髓,如何用四种可视化图谱来解决人际关系难题。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会是大海中的一座孤岛,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块小小的泥土,因为我们连接在一起,所以说才形成了整个大陆。 我们每个人从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刻起便已经注定了不是孤独的存在,我们这一生必定要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游离于各种人际关系中,亲人,朋友,同事,甚至陌生人,一个好的人际关系可以让我们做事情达到事半功倍,身心愉悦的效果。 然而,当我们在职场中打拼多年以后,自以为攒下了很多人脉,可是仍却感觉孤单无助,力不从心,凡事都需要亲力亲为。 关键时刻好像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助我们,既然我们已经拥有了很多人脉,那么为什么还会有这种情况存在呢? 《精简社交》这本书告诉我们,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恰恰是因为我们的人脉过多,多到我们压根没有理清他们之间的联系。 这些人脉就好像一团乱麻一样围绕在我们身边,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从中理清出真正有效的人际关系,任由他们将我们束缚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独自挣扎。 而《精简社交》这本书通过为我们提供人际关系生态系统,有效地帮助我们绘制出了人际关系图谱,从而使我们着准自己在各种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 可以说这本书使我们打开了上帝视角,让我们跳出了人际关系的迷雾,深刻地洞悉人际关系。 那么说起《精简社交》这本书,它是一本职场畅销书,其实它书名的全称是, 《精简社交》用可视化图谱解决人际关系难题。 作者曾用其独特的可视化人际关系生态系统帮助了很多企业,解决了因人际关系而导致的职场沟通难题。 本书的作者是美国作家莫拉格·巴雷特,他是领导力开发领域的一名专家,同时呢,他也是演讲人和作家, 他通过非常有效的领导力开发和人力资源管理来帮助个人和团队实现非凡的商业成果。 莫拉格已经和全球二十多个机构中的三千多名管理者和高管展开了合作, 而这些机构大部分都来自于富时100强和财富500强。 其中包括英国国民西敏斯银行、纽蒙特矿业公司、西部联合电报公司和学者出版社等。 纽约时报畅销书作者马歇尔称赞莫拉格是用一种极简的方式理清了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 他称赞这是一种充满智慧的方式。 莫拉格通过辅导因人际关系失败而困惑的客户, 在这二十年里深刻地认识到了人际关系的动态和不稳定。 通过对这二十年经验的总结, 莫拉格意识到我们可以提高认知思维, 用战略的眼光去掌握人际关系。 这样一来,我们便可以化繁为简, 轻松地解决人际关系的难题, 也就是书中提到的可视化图谱。 好,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 接下来我就为你详细讲述书中的内容。 这本书一共讲了三个重点内容。 第一, 人际关系生态系统中的四种关系图谱可能对我们产生的影响。 第二, 什么会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图谱, 什么又会决定我们的人际关系图谱。 第三, 如何重建我们的人际关系呢? 好,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重点内容, 人际关系生态系统中的四种关系图谱, 极可能对我产生的影响。 我们在职场中就好像在大自然的生态系统当中一样, 我们永远都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这个系统是呈动态发展的, 也许上一秒还和你煞血为盟, 桃源结义, 并肩战斗的同时, 下一秒就会和你反目成仇。 更严重者甚至会突然冷不丁的在背后给你放一只冷剑, 防不胜防, 友谊的小船真的是说翻就翻呢。 莫拉格将这种现象叫做人际关系生态系统。 在这系统当中, 我们每个人身边都会有四类人存在, 他们分别是同盟者, 支持者, 竞争者和敌对者。 同盟者永远是我们坚强的后盾, 无论发生什么事, 他们都会无条件的挺身而出, 他们的付出总是会超出我们的期待。 也许有的时候, 他们会直接了当地指出我们的缺点, 让我们倍感尴尬, 但是他们往往是处于好心, 在指出我们缺点或错误后呢, 他们会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 然后帮助我们提出改善的策略, 甚至可以说, 有时候我们想不到的事情, 他们都会帮我们想着。 可以说这个时候, 我们剩下的只能是满满的感动了。 我们会发现和同盟者在一起永远都会感到愉快, 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们往往是我们首先求助的人, 同时他们也是我们最先分享喜悦想法支持的人。 与同盟者不同, 支持者对我们的帮助是有条件的, 只有在让支持者获益的情况下, 他们才会支持我们。 当事情处于一帆风顺低风险的时候, 支持者们是可以被信赖的。 但是, 一旦我们处在风口浪尖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那些曾经一起并肩作战的兄弟, 早已经悄无声息地退到了我们身后。 支持者最喜欢用 请、 谢谢这类表达客气和谦虚的词汇, 因为这类词汇会会让他们变得招人喜欢。 然而在这种客气和谦虚的面具之下, 隐藏着的却是不真诚, 只要不伤害他们的利益, 或者是让他们获取一定的利益, 他们便会很开心地做个老好人, 他们不会向我们反馈, 或者是提出任何意见。 莫拉格曾经和一个保健公司合作, 这个公司的人际关系就是采用支持者模式, 人与人之间缺乏真诚, 表面永远一片祥和的样子, 做任何事情也得不到反馈, 结果就是人人都变得很自满。 个人和团队的工作效率也不高, 可想而知, 这个公司在市场上的份额持续下降。 最后, 莫拉格为公司的领导和管理人员提供了辅导和培训, 将企业文化调整到诚实和透明的企业价值观上。 这样才使得公司员工积极性提高, 业绩不断地提升, 恢复了曾经的市场份额。 竞争者呢, 往往对于我们没有什么恶意, 他们只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 为了实现自己心中的目标而和我们进行竞争。 其实就是对资源的争夺, 比如说更多的预算, 一个好的岗位。 然而在这个竞争过程中, 竞争者很容易变成敌对者。 当我们和竞争者在一起时, 会感到莫名的烦躁, 压力和不安。 在与他们的互动过程中, 始终处于防备状态, 时刻保持着警惕。 和竞争者不同, 敌对者的行为往往是故意的, 他们会明理暗理地和你作对。 相信很多人在职业生涯当中, 都会遇到这么一个敌对者, 你的建议处处遭到他一些并不充分的理由反对, 公然批评你, 并且喜欢看你出错。 把这种错误当成是你能力不足的体现, 你总是在躲避这个人。 身处敌对关系当中, 会让我们精疲力竭, 会极大的消耗着我们的精力, 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团队, 他们都会一如既往的造成负面影响。 咱们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来看一看, 当一件事情发生时, 不同关系的人都会采取哪些行动, 这些行动会对你产生什么影响? 如果说此时有两位同事在工作闲暇之余聊你的八卦, 可以说是聊得不亦乐乎, 甭管什么你做过的或者是没做过的, 总之全部都是你做的。 如果说这个时候过来一个人, 很巧的是他听到了这两位同事的对话, 那如果这人是你的同盟者, 这个时候他就会介入其中, 他会打断对话, 并且会从你的角度考虑问题进行反驳, 告诉他们这么做是不对的, 他会尽极大权力来维护你的荣誉, 并且事后会告诉你一切。 当然不是为了让你难堪, 而是想让你知道你被别人误解, 应该及时采取适当的行动来消除这种误会。 假如这个人是你的支持者, 他又会采取什么行动呢? 他可能会主动加入他们, 但是他不会发表任何意见, 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他的沉默就是对谈话内容的默认, 他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告诉你问题的存在, 但是他不会告诉你具体听到的内容, 没有反馈, 你当然就不会采取适当的行动来阻止谣言的传播, 进而会导致你的名誉受损。 如果这个人是你的竞争者, 那他会积极地参与其中, 并且有可能添油加醋地将这个故事描述得更加生动形象, 增加了谣言的可信度, 他们还可能将这对话的升级版讲给别人听, 增加你的名誉受损的程度。 如果这个人是敌对者, 那散布谣言火上浇油这事免不了了, 他们更会列举出很多失利来证明这件事, 他们会将这件事引申到你的过错, 你的性格缺陷等等方面, 他保证会让更多的人听到新的故事。 更加气人的是, 他还有可能在某个公众场合将对话内容告诉你, 目的就是要看你出球, 看你当众名誉扫地。 这些内容更加有可能会传到领导耳朵里, 传到客户那里, 会影响你在整个行业的名誉。 好, 上面就是我为你讲述的第一个重点内容, 这里我们知道了同盟, 支持, 竞争, 敌对四种关系, 并且知道了不同关系会对我们产生那些影响。 那么接下来咱们说第二个重点内容, 什么会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图谱, 什么又会决定我们的人际关系图谱。 莫拉格主要提出了两点会影响我们人际关系图谱的重要因素, 第一点是公司文化。 在一个好的积极向上的公司文化中, 公司会非常愿意对员工进行投资, 激发员工的潜能, 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在一个健康的文化氛围中, 虽然也会偶尔发生冲突, 但是这种冲突会大大增进我们彼此的了解, 最终会强化我们的人际关系, 可以说在这样一种环境下, 就算有冲突也是良心的。 大家都愿意讨论那些艰难的问题, 有冲突是必然的, 但是大家会经常反馈, 大家都向着一个目标前进, 进而形成了很牢固的人际关系。 而如果在一个不健康的公司文化中工作, 公司的重点就会放在任务的完成上面, 而不是投资员工。 在这种情况下, 每个人都会极度渴望成功, 甚至会不惜以牺牲整个团队为代价。 所以我们会看到人与人之间, 团队与团队之间不断的爆发冲突。 这个时候大家做事已经不是同心协力拧成一股绳了, 而是将这股绳拆分成了多股。 在这种工作环境下, 人际关系自然就会破裂。 第二点是交流方式。 人际关系的建立或者是破坏, 往往就是一次对话的事。 在人际关系紧张的时候, 人们都倾向于在对方身上找问题, 将别人描述成反派角色。 然而这么做是不对的, 这样只会将情况变得更糟糕, 让自己失去了采取积极行动的动力。 即使我们感到失望, 但是为了推动事情的发展, 我们也必须要采取方式和对方进行积极诚恳的交谈。 我们可以问问身边的朋友或者是家人, 当我们感觉到失望的时候, 他们是怎么发现的? 当我们得到反馈后, 我们一定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这个时候, 沉默是金这句话是不对的。 为了成为人际关系的主人, 我们一定要积极主动地与人们建立沟通渠道, 进行良好高效的沟通。 那么什么又会决定我们的人际关系图谱呢? 莫拉格在书中说道, 首次见面非常重要。 不管这个人是别人介绍, 还是自己第一次的工作合作伙伴, 或者我们对他早有耳闻, 在网络上或者是自己的圈子里, 早就知道这个人。 无论怎样, 当我们第一次见面, 我们都既不会支持这个人, 同样也不会反对这个人, 因为我们还不清楚彼此的目标是否一致。 就像我们和女朋友第一次约会, 我们首次见面会非常的克制自己, 同时展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 但是我们之间的对话只会停留在表层, 比如谈一些你有什么爱好啊, 你平时喜欢做什么呀, 这类表面的话题, 因为我们之间的联系还没有完全的建立起来。 这个时候我们想要和女朋友进行第二次约会, 也就是工作中的再次会面, 我们就要确立并且改变我们的第一印象。 这种印象可能来自对方握手的礼仪, 服装的款式或者是说话方式。 在接下来的每次互动中, 第一次见面所留下的印象都会不断地被巩固, 或者是被更深层次的了解所代替。 当我们的关系通过互动进展到了某个节点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便会清晰明确彼此的态度, 我们之间关系的性质也就随之改变了, 这个时候如果双方彼此都表现出了共同的兴趣并且都投入其中, 双方都会开始致力于培养彼此有效的人际关系当中, 这是最成功的转变。 如果只有一方努力或者是双方都显得很消极, 那么自然就不会有什么效果了。 说到这儿, 我突然想起了纳兰荣若的一句词, 人生若只如初见, 意思就是事情的发展过程往往会超出人们最开始的理解, 从而导致事情的结果并不像我们最开始想象的那样美好, 一切的一切如果能停留在最初的感觉上, 那该是多么的美妙。 然而莫拉格告诉我们, 不管事情如何发展, 通过首次见面就会决定人际关系, 可能会朝着人际关系图谱中的四个方向发展, 我们也回不到最初的起点。 好, 上面是我为你讲述的第二个重点内容, 在这里我们知道了公司文化和交流方式会对人际关系图谱产生影响, 而初次见面会决定人际关系会朝哪一个方向发展。 接下来咱们来说第三个重点, 如何重建我们的人际关系。 就像我们永远无法在时间的长河中逆流而上一样, 过去的人际关系已经成为事实, 我们无法改变。 我们能做的是如何在动态的人际关系生态系统中, 重新建立我们未来的人际关系。 在工作中, 我们不能只顾低头拉车, 也应该做到抬头看路, 也就是说我们的经历不能只专注在知识和技能上面, 情商或者说是人际交往的能力也是同等重要的。 很多领导者之所以失败并不是因为他缺少工作能力, 而恰恰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该如何来培养有效的工作关系。 熟联的技能或者说是工作能力的确会使一个人变得很优秀, 然而想要取得更大的成就则需要构建一个高品质的人际关系, 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去改善培养工作中的人际关系。 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态度的转变, 我们要打破我优先的态度, 什么是我优先的态度? 我们从上学的时候开始就被家长老师告知, 要考进班级前多少名,要超过某某。 在如此的背景下, 我们的关注点也就不自觉地在这上面了。 学校也几乎没有教我们如何进行有效的团队协作。 当我们走出学校踏入职场, 这种意识依然存在于我们大脑里, 我们所关心的都是自己的个人业绩和自己所取得的成功, 却很少花时间去关心周围的同伴, 没有和其他人打成一片, 凡事都只想着自己。 这会使我们的职业生涯停止不前, 所以说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打破这种态度, 敞开自己的胸怀。 当我们改变态度后, 要做的就是与人建立关系。 所谓的建立关系并不是通过网络与人进行联系, 而是要面对面的沟通交流。 现在大部分公司的办公区都是由一个个小格子隔开的, 这使人与人之间变得更加冷漠。 工作中我们用电子邮件和身边的人进行交流, 却很少面对面去建立人际关系, 这样会使情况慢慢变得越来越糟糕, 直到大家之间的关系被磨损到没有负荷的希望。 而当我们在工作中刚刚开始准备与人建立一段关系的时候, 或者说一个项目刚刚开始的时候, 为了避免以后可能出现的误会, 破坏彼此间的人际关系, 我们最好实现将合作规则给说明白了, 将一些隐含的可能发生的东西给明确了。 这样当问题出现时, 我们会有一个参考的标准, 也更加容易调整方向, 使它不至于偏离过多。 合作规则中, 我们可以谈一谈目标的一致性、 权力等级、决策责任、 会议节奏、 个人价值观、 宗教信仰等等。 最后, 我们要在不断变化的四种关系中保持主动性, 即使最牢固的同盟关系, 也需要我们主动地用心去经营。 不要等到同盟关系转变为其他三种关系后, 才想着如何修复。 莫拉格建议我们至少每个季度都停下来, 评估一下自己人际关系的情况, 这样我们就会及时发现哪些关系仍然保持着原样, 而哪些关系已经变了。 特别那些对我们重要的人际关系, 这样我们才可以重新建立我们的人际关系。 在四种人际关系中, 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培养同盟者、 团结支持者、 掌控竞争者、 对付敌对者。 而最理想的状态是巩固竞争者、 支持者和同盟者的关系, 让这三者间接地影响我们的敌对者。 好了, 说到这儿, 我们今天聊的内容就差不多了, 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为你分享的内容。 首先我们说了, 在人际关系生态系统中, 我们每个人身边都会有同盟支持竞争敌对四种关系。 同盟者会无条件地成为我们坚强的后盾, 他会尽最大努力来维护我们的荣誉, 支持者对我们的支持是有条件的, 所以支持者也是我们需要多加注意的, 不一定在什么时候就会放我们鸽子, 导致我们名誉受损。 竞争者往往没有什么恶意, 只是与我们进行资源的争夺, 然而竞争者很容易转变为敌对者, 竞争者会增加我们的名誉的受损程度, 敌对者会想尽办法和我们作对, 他们往往会是我们名誉扫地的实作俑者。 然后我们又说到, 通过公司文化和交流方式这两点, 可以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图谱, 而初次见面会决定我们的人际关系, 朝着人际关系图谱四种关系中的哪一方面发展。 最后我们说到通过打破我优先的态度与人建立关系, 事先说明合作规则, 保持主动性这四点, 可以重新建立我们的人际关系图谱。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观看情绍